小羊点心铺 开饭啰 欢迎收听小羊点心铺 今天是星期四 我们今天要吃的是喜乐牛奶 神的话能使我们灵命长大 让我们一同来享用这段关于喜乐的经文吧 今天的经文是在真言十章二十八节 一人的盼望必得喜乐 二人的指望必至灭没 亲爱的小朋友 你有跟爸妈要求过什么 而爸妈也愿意满足你的心愿的经验吗 心中是否非常喜乐呢 下次你也可以试着把你的心愿告诉天父 让他来回应你的需要 虽然我们心中所想的天父都知道 但是当我们跟他诉说 并且经历到他的回应 心中会感到无比的喜乐 因为你会更深刻体会到神的爱和供应 老师有个朋友 他的财务比较辛苦 有一次他跟我说 他的儿子很想要玩舌板 但是他知道妈妈没有多余的钱可以买给他 所以他就自己跟天父说 没想到过没几天 我的朋友的客人去找他 拿了他小孩不玩的舌板 问我朋友的儿子愿不愿意收下 我朋友的儿子又惊又喜 他的祷告被天父回应了 他最开心的不是有了舌板 而是天父用这个礼物告诉他 神真的爱他 垂听他的祷告 让我们常常来对神诉说我们心中所想的 天父一定会回应我们的祷告 告诉我们他有多爱我们 让我们再一起来背诵这段经文吧 真言十章二十八节 一人的盼望必得喜乐 二人的指望必至灭没 真言十章二十八节 一人的盼望必得喜乐 二人的指望必至灭没 你都记住了吗 让我们一起来用这段经文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总是看顾我的需要 我的盼望在于你 求你让我经常经历到你的爱 透过各种方式让我明白 我的一生都在你手中 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